好了 我們現在要講的是第七章還有第八章的章節 這兩個章節 也就是Statty Rules 還有Sign Rules 這兩個東西 好 所以我們就先來看一下Sign Rules Sign Rules 我們來看一下 它的設計規範到底是怎樣來去做這樣的事情 第一個的話 它就說 我們先來看一個範例好了 那第二個範例就是說 如果你先有Table頁簽 所謂的Table頁簽是什麼東西 我們來看一下 像比如說以Kimo來講話 它就有Table頁簽的東西 你可以看到說 今天它的網頁 今天當你滑過去的時候 它的樣式 它會用JavaScript 套入CSS 那它這個樣式會定在這裡 那當我在滑過去的時候 它就會改變它的狀態 所以你可以看得出來說 今天它除了寫預測的狀態的時候 它會再寫一個第二個狀態 那這個第二個狀態就是說 它現在這個東西 是被點選過後的 或者是滑過去 或者是目前所在的單元這樣子 好 那我們再看一下 像我自己寫 結果就寫一個基本的案例 像你可以看到說 我現在的DIVR 裡面有ULI 好 那今天如果我Click LI 的時候 它會有多一個Is Active的樣式 它就套入了Background Blue 然後文字變成白色的 那這個效果我是寫JQ的 我寫JQ的效果 好 那我們就來看一下 所以如果我今天點了下它以後 它就變成藍色的底 然後相關的字 所以你可以看到說 我這邊的Is Active 也就是說它表現目前它所 它目前的狀態 那現在它的狀態就是說 它目前是被點選的狀態這樣子 再點一下就關起來 這東西時常會用在說 狀態上的改變 比如說 像剛剛講的 它是Is Active的時間 那還有什麼東西呢 Is Arrow 就是今天如果你畫面錯誤的時候 那它需要帶一些紙進去 不過在用這個時候 SMA CSA設計模式說 你可以使用類似這important的元素 那這important元素的話是說 如果你今天在CSA語翻面加這個 它權重就會最高 為什麼要加這個 也是一樣 我們來看一下範例 你可以看到這個範例 它裡面寫的東西 像譬如說 如果我今天點一下這個送出 我期望說 因為我現在 目前你可以看到span 它是我的一個提示文字 警告文字 所以我預測的話 它是被關起來的 span display now 好 那我現在也是有寫語法 如果我記得按下面按鈕的時候 底下這個span 那它會加入這個Is Arrow 這個值 好 所以我們來看一下 下面的話 因為我要讓它動態加入Is Arrow 所以我這邊就寫DisplayBlock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 如果我今天我真的在這邊寫 我今天按了一下它會發生什麼樣的事情 好 我今天按了它一下以後啊 你會發現說 它確實也有Is Arrow 它有動態加入進去 可是我的樣式 本來是DisplayBlock 可是它們怎麼沒有出現 後來 我們再來看右邊的東西 你可以看到說Is Arrow 它雖然被打開了 可是都被化現了 反而是原本的還在 為什麼會遇到這樣的問題呢 原因就是因為 因為這邊權重比較高啊 像譬如說ID的話 它是100分好了 那span是tag 那就101分 可是如果你今天只是動態加入一個class設定的話 它只是10分而已 所以自然你居然是加動態加class名稱的話 它也不會撩你 所以就還蠻有趣的 所以 在以SMA CSA加工裡面的話 它建議說 你有些東西啊 如果你確定 你目前就是要打開它的狀態的話 你可以使用Important元素 我們來試試看 我們來看一下 有了 被打開了 原因就是因為我加DisplayBlock Important的關係 那加這行的話 它就無視你的任何狀態 你今天想要加入 如果要在任何元素加上isError的話 只要一行就解決了 你沒有必要再去前面寫什麼 啊 它的list裡面啊 的什麼地方啊 span裡面啊 那span的.isError這樣子 你只要寫這行 那隨時隨地都要用到這樣的東西 那就可以去做實用動作 你就沒有必要 好寫一堆的Class名稱 來去覆蓋 很多的Class名稱 所以 在以前初學者的時候 通常都會建議說 請建議比較大量 是Important 原因就是 因為你可能還不懂設計模式 那你可能一直用的話 覆蓋上可能會有問題 不過像Statis狀態的這種用法 就還蠻常見的 所以 這部分就關於Statis的核心的部分 像 我自己也有常用關於 或者是IsErr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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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自己也還蠻常用的 或者是說IsHidden 或者是把它關起來之類的 那這邊可能Hidden嘛 就是關起來 所以就是None 一樣 所以 我今天的話 有東西我希望你藏起來 我就動態加入這個Class名稱就可以了 反正Important 因為它權重金最高 我講上去 它可以完全無視所有的規則 就是要它隱藏起來 這就是關於狀態的規則 在以SMA CSS裡面 它的主要的核心 也在跟我在講 類似這樣的東西 好 那講完了 我們再來講第八個 Sync 就是說版型的部分 我們直接先來看一下程式碼 你可以看到說 它程式碼裡面會跟你講說 如果你今天這個版型 會套用到各種不同的地方 會套用到各種不同的地方 那顏色的話 也會更是做變換 它會建議你說 你今天你的Module Name 主要的Module 就擺樣式 基礎樣式 好 那今天你換到其他的主題去的時候 你就只要換Border Color 冷博物的顏色就可以了 所以我們來看其中一個案例的例子 讓大家對這些東西可以更加了解 這個是陳平的網站 以前我還蠻常逛的 現在沒有了 我現在都是天龍書局 好 我們來看一下 像譬如說你可以看到說 它現在要是帶一個顏色 好 我今天到中文書籍的時候 你會發現它的外框 我到中文書籍 我換成兒童好了 你會發現到兒童 它的一些外框顏色 還有背光顏色 也跟著改了 好 那我們再來看一下 它這個是怎麼樣去做更動的動作 好 你會發現到說 它現在有兩支CSA設定 意思叫做Default 就是預設設定 好 它會有第二支CSA手 叫做Cater Children 它別的顏色的話 就會變成是藍色的 好 那我們再去其他地方看一下 看它的差異性是怎麼變的 欸 親子音樂 欸不對 風格文句好了 好 那我們跳到風格文句去 欸這顏色怪怪的 我們跳到中文書籍好了 好 好 我們來看中文書籍 我們再來看一下它的CSA設定 按右鍵 你就可以看到說 它Default還是存在 那我們就可以 我們從這個邏輯就可以知道說 它一定會有基礎的CSA設定 好 今天如果它新增主題的時候 它只要到Sync的CSA裡面 去修改它的class的設定 這樣子 利用這樣的方式來覆蓋原本的設定 這也是一種Sync的做法 好 我們再來看一下 所以說Sync的東西 通常來說 就是顏色改換 你可以看到它的注解也是 也寫說 它就是要改外框顏色 也就是Sync的顏色 因為每個主題的Sync的顏色都不一樣 所以 通常來講都會有一個 如果今天它是做多個主題的網站的時候 你就可以利用這樣的方式 把一些顏色部分的class名稱抽出來 然後統一去做修改動作 這樣子在設定上 如果你搭配SARS的話 今天這個地方 你就把它改成變數 那今天改的變數 又是一個新的Sync出來 你就不用 沒有必要像它一樣 每個地方都必須寫767676 還有111的去寫 這樣實在太慢了 所以這個東西就是Sync的一個精髓的部分 那我們再繼續看下去 另外一點 它有提到說 今天如果你的文字排版的部分 它這件是建議說 你的文字排版的部分 建議你的樣式 最好不要超過六種以上 最好再三到六種以上會比較好 那如果你超過六種以上的話 它會覺得說 你的網站好像沒有任何的重點 因為你如果 像譬如說 以顏色來講也是一樣 你如果今天網頁的顏色 布局的顏色太多的話 太過眼花了萬 那閱讀你網站的人 就會覺得說 你的網站好像沒有任何的重點 會有這樣的迷思 所以也是一樣 我們來看一下CodePan 好 那CodePan的話 你可以看到說 我今天設定一個Best Fund Size 就是CodePan的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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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看到我今天 Best Fund Size 16P 好 我今天如果是預設樣式 今天我一個P段 如果會用到 預設的字形中等大小的時候 我叫做Fund Middle 好 那今天小字體的時候 我把它乘0.8 乘0.8的時候 它就是Fund Small 然後Fund Large 我是用縮寫方式去打的 我當然也是可以寫L ARGE 可是你這樣寫字會比較多 所以通常都會用縮寫來去 來去設計你的SARS的變數 像譬如說 你今天如果有更大的 例如說L以上的話 你也可以說 我今天的東西叫做XL 那Best Fund Size 可能一點是 那再上去呢 你或許有什麼 XXL 那更小的 更小的指揮XS 或是XXS 例如這樣的方式 來去設計說 你透過這樣子的 六種字形的變化大小 來去一一設計你的Green 你可以配合 Compass裡面的垂直音律的方式 來去統一 統一你的文字的樣式 這樣是還蠻方便的 好 所以關於Statix 還有Sing的介紹 我想先介紹到這邊 我直接聽到 好嗎 好 好 好 感谢观看